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来学习哪座城市呢 我先卖个关子让听众朋友猜猜看 这座城市位于台湾的北部 它靠海 天气经常是英语绵绵的 有很多特色的小吃跟美食 然后很多游客要搭乘游轮出国玩 都会造访这座城市 那相信讲到这里 大家心目中一定有了这个答案 这座城市就是基隆 那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这几年相信有去过基隆 或者是关心基隆议题的听众朋友 一定会发现基隆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很多年轻人呢 回来这里呢 参与公共的事务 也推动了许多的活动跟新兴的景点 吸引外地人来基隆玩 可是呢 一个城市要吸引年轻人入住 不管他是在地人 或者是外地人 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首先呢 这座城市的各项的生活机能 要非常非常的足够完备 特别呢 一定是要先解决住的问题 那今天呢 我们的城市学就邀请到 都市改革组织 奥尔斯的秘书长 彭杨凯 彭秘书长 跟我们聊聊 关于居住的问题 秘书长好 德真好 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好 首先呢 我想要请秘书长聊一下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房价真的很高 根据2022年呢 内政部有公布一项 最新的房价所得比 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痛苦指数显示呢 我们要将近16年不吃不喝 才买得起台北市的房子 那就有人会说呢 那我们用租的好了 可是租金也很高 而且呢 还会被房东解约 搬来搬去呢 麻烦的要命 那连带着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年轻人结婚 甚至生养小孩的意愿 然后少子化的问题 也变得非常的严重 那现在大家都在谈居住正义 我想要请那个秘书长 先跟我们聊一下 从你的观察跟研究 台湾各个城市要实现居住正义 关键的失利点是什么 好的 我想先延续 刚刚德真讲的 我觉得首先我的看法是 台湾的居住问题 它其实背后隐含的是一个 很严峻的世代的 不正义的问题 其实我坦白讲 对于这个问题受害最严重了 大概一般的讲法就是1980 以后的世代 它相较于父母世代 它在居住的部分 相对非常的困难 那第二个 它遇到的困难到底怎么样呢 我觉得九个字就讲完了 叫买不起 租不好 等不到 什么叫等不到 等不到社会住宅 其实就是这样子 房子太贵买不起 想要租也租不好 我们租市场是一个黑市 那我等政府社会住宅 社会住宅 虽然政府努力盖 可是我觉得 还是远远供不应求 所以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所以回到说 我们从国家 或者是从各个城市的角度讲 事实上我们也是要回应 这三个问题 那回应这三个问题 所以很清楚是说 你应该针对每一个面向的问题 都要相对应的政策 那我们一般的讲法 就是针对高房价 买不起的问题 我们在购物市场 要有一些相关的政策 像过去前几年 大家谈最多 我们资讯要透明 最近正在立法院炒 可是还没有通过的 我们要打击短期的炒作 这预售屋 红单的炒作 这个东西怎么做 那另外这两年 也非常多在讨论是 台湾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囤房 买了房子 他也不用 这个囤房问题要不要解决 像这些问题就是购物市场的问题 那租屋市场很简单嘛 就是我们要问的是 我们如何让台湾这样 全世界独有的租屋黑市模式 你要怎么改变 就是说绝大部分的租屋行为 都是地下化 所以所有的租屋行为 都不受政府的管理 那因为不受政府管理 你所有相关租人的法规 租客的相关的权益保障 就无法落实 那这样的租屋黑市 你怎么去改变 那同时我们让我们的租屋市场 可以更大 规模要更大 第三个 当然其实说目前 可能台湾讨论比较多的 就是我比较努力的 新建社会住宅 所以我的看法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的问题面向 明明是三个问题的面向都有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政府 不是没有做事 可是我觉得我们把所有的东西 压保都只压在社会住宅 造成一个我觉得迷失 我必须坦白讲 虽然我其实应该是台湾 非常重要在推动 社会住宅的NGO团体的代表 可是我们要讲 社会住宅绝对不是万灵丹 社会住宅是住宅政策 必要的一环 可它不是全部 所以我们除了社会住宅之外 我们政府一定要对购物市场 对租屋市场 都要有相对应的政策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管是对于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 应该都要从这个思维来去讲 好那我接下来想要再谈一下 就是说这个买不起 租不好跟等不到 可能是不管是中央政府 或地方政府都必须要同步解决的 这个问题 那其实实践 居住正义也不是大城市的专利 像金融虽然是只有36万人口 但是他其实在居住的权利的提升跟照顾 其实也让我们觉得很印象深刻 比如说他非常重视弱势的这个比例户数 那或者是在租金补贴上 基隆也有一些做法 那可不可以请秘书长跟我们谈谈 在基隆实践居住正义 他的做法是什么样 他跟其他县市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好的 我先再往前拉一个补充 就是说如果从一个中央跟地方的分工而言 目前台湾比较多跟住宅政策有关的法令机制 乃至于预算资源 主要都在中央的手头上 所以地方相对于能够做的部分 其实是有限的 那第二个如果了解台湾的地方而言 我们又知道我们有比较独大的六都 六都以外的一些所谓县市 他们在政府的规模量能 他能够掌握的预算是更少 这是一个先天的结构 是先天结构 所以说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去回答 刚刚你提的基隆 在居住政策上 我觉得他也确是有一些亮眼的表现 简单说我们必须理解 在中央跟地方的分工 以及基隆是相较于双北 他能够掌握的资源是更为有限 所以我觉得基隆最特别的部分 是在他如何在有限的资源里面 透过一个更细致的使用 把这个资源把它用在刀口上 什么叫用在刀口上 就是说刚刚在谈的是 基隆他们这些年 大概主要我们在居住上可以做的 大概主要有两个很重要的政策 一个就是透过地方政府来发放租金补贴 就是我经济能力比较不好 所以我租房子 我可以给你一些钱去补贴你 那第二个就是政府在推的包租贷款的部分 简单来说就是透过基隆市政府 来媒合一个第三团体 你去把基隆市的民间的房子 把它租下来或帮它管理 然后再转租给有需要居住的基隆民众 好那我觉得基隆市政府最特别的部分 是我坦白讲 对于中央跟非常多的地方而言 这是一个数字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我要发钱 只要发出去 假设我发一千个人就代表 我发了一千个人 两千个两千 或包租贷款 我坐几间就是几间 所以没有人在问 到底是哪些人领了钱 哪些人住在里面 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基隆他在意 所以他在意的部分 所以他问的问题是 如果在我这些有限 可以补贴的资源里面 我要不要最优先 让在市场上最弱势的 最需要帮助的人可以进来 所以我觉得基隆他大概 我认为这在全台湾 这个部分做的最好是 他在这个政策的补贴的做法上 他非常密切的 跟社会福利部门合作 就他打破了传统的本位主义 因为我们现在住宅政策都在中央 就是内政部 营建署 地方就是什么都发处 都发局 那其实都没有跟设政部门合作 那我觉得基隆最特别的是 他们在这个政策上 跟社会福利部门密切合作 社会福利部门 他完全掌握 基隆到底有哪些人是真的弱势 而且他人在哪里 甚至他住在哪里 其实社会部门都知道 可是社会部门过去是没有工具 没有手段来解决 那知道他住得很差很烂 社会部门也没有什么方式来解决 可是都发部门是有资源 有方案 所以他就把这两件事 没合在一起 所以尽可能提高 刚刚讲 他们的社会租金补贴的资源 或包住带管的资源 让他可以协助的弱势的比例 是更提高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基隆市 我觉得这个部分上是做得非常好的 而且我必须很不客气的讲 事实上是非常值得其他的城市来去学习 特别是六都 你们明明有更大的资源等等 如果你们在这个部分上 能够花更大的力气做 我会觉得把这个资源可以做更有效的运用 当然也包括中央的内政部 为什么这个政策好像 卫护部觉得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概是基隆 我觉得在这个政策上做得最好 而且我也觉得他给台湾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上 带来一些很大的启发 或者是反省 我觉得这个点 大家都知道说 听起来好像是盖社会住宅 好像是唯一的解图 但是其实刚秘书长的分享 其实不只是这样 我们其实有很多面向可以同步进行 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营建部门跟社服部门 其实应该要合作 一起去处理这件事情 而且不是只有地方政府 甚至中央政府 也必须要理解 就是要打破那种本位主义的做法 对因为一个只会盖房子 一个知道说谁最需要 年轻人或许很弱势 但是我们知道社会上 有比年轻人更弱势的一群人 他们其实更需要这样子的资源 那谈到就是说 除了我们很期待政府 有很积极有效的作为之外 其实民间的参与也非常的重要 那像Aurus呢 就长期透过一些倡议的行动 来影响着我们台湾的居住权益 而且甚至特别提出来 在国家跟市场之外的第三条路 所谓的合作住宅 可不可以请秘书长 跟我们分享一下 Aurus的倡议 所谓是合作住宅 是什么样子的概念 那怎么样可以帮助年轻人 更快的从就是民间的力量也好 政府的力量也好 来找到适合的居住的地方 Aurus特别在从2010年开始 我们跟很多的NGO一起合作来 把非常多的力气 放在推动台湾的居住议题 包括我们大概主要 最主要就推动台湾的社会住宅 而且我们同步的推动非常多 跟住宅有关的法令 像说是住宅法 或是现在大家知道 实价登陆的制度 房地合一税的制度 租任专法的制度 我们大概都是一个最核心的倡议 甚至参与立法的团体 可是在这样的过程之后 事实上我们就民间的角度 或NGO角度 我们自己也有些反省 我们的反省很简单 就是我们过去所有的模式里面 觉得居住的选择 只有两种途径 一种就是市场 就是我要透过市场的改革等等 市场要房价合理等等 又透过市场力量解决 那另外一种透过国家 就觉得国家一定要很认真 盖很多房子 让年轻人弱势来住 那事实上我们就在想说 好像不只是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 当然是比较多 是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欧美都有非常多的经验 告诉我们 除了市场跟国家之外 它事实上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个可能是 如果比较笼统来讲 其实就是叫第三部门 透过第三部门的力量 其实它会创造一种 介于市场跟国家之间 那它的好处很简单 第一个事情是 我们必须承认 国家的量能有限 国家的效率也有限 特别是台湾 我觉得台湾要很诚实的讲 我们台湾是一个 税负非常低的国家 我们不是福利国家 所以我们不要想象 台湾政府可以有非常多的钱 特别像欧陆的模式 可以这么大量的盖社会住宅 所以这件事情 那另一方面是市场 也有它的问题 因为市场进入不动产市场 完全是为了利润 所以它其实当然会造成 非常多长期的房价 房租的上涨因素 所以能不能找到一个中间性的力量 来谈这件事情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思考的部分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说 台湾应该来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那很简单 两个观念 第一个观念 先打破民众的想法 我们台湾的政府跟民众 都认为全世界只有建商会盖房子 除了建商之外 没有人会盖房子 这是不对的 国外有太多的 除了建商以外的第三部门 它可以是住房的合作社 它可以是基金会 它可以是很多NGO 是可以盖房子的 这是很清楚的部分 我觉得先打破第一个 那第二个事情是一个观念的改变 那那观念的改变就代于说民众 简单讲 它不再是政府的社会住宅 政府的社会住宅是说 我就是要被补贴 我不要照顾 简单讲 我就等在那里 政府就应该给我 你不需要肩负责任 你不需要努力 所以它不是 所以它某个程度 它像是说 你也要负责 你要自己找到一些资源 你也要付一些钱 你才能够解决你居住问题 可是它又跟市场不一样 它这个部分的 要努力的钱是解决 我这个房子最后是要来住的 它不是为了市场那种投机 或是我买了这个房子之后 是等着增值赚钱等等 那更重要是说 因为这件过程中 我要自己去参与这件事情 所以我不用那么仰赖 开发商盖给我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对住的概念 简单讲就是说 要重新认知说 房子还是有一定的成本 我是要去负担的 就像说盖房子 土地要不要钱 盖房子要不要钱 要啊 这些钱我还是要去负担解决 可是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我不是为了投资 我不是为了炒作 增值 所以我不用透过市场那个机制 所以它的效果 简单讲就是 它的价格就是 它一定比市场的房屋便宜 可是它绝对不是像社会住宅说 你可以透过政府的补贴 我觉得它就形成一种新的部分 其实说简单讲 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是 我们必须要让民众有选择 这件事选择是很重要 选择背后概念是 没有说去跟建商 开发商买房子是不好的 没有 从来没讲过 可是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选择 为什么 就说例如在台湾 你要好好住 你唯一的选择是什么 你就是必须要用超乎你的负担能力 去买房子 不吃不喝16年 之外你没有选择 为什么因为我们租市场租不好 没有选择 那我们社会住宅量远远不足 我也没有选择 所以我们提供刚刚讲第三条路 合作住宅或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就是提供一种选择 大家要不要思考 除了市场跟国家之外 我们有没有给大家多种选择 大概是这样的角度 那可不可以请那个秘书长 再跟我们进一步的分享一下 所以合作住宅它可能的形式 合作住宅大概从国外发展的 大概都超过半世纪以上 那事实上它的类型是多样 可是我觉得它一个核心的价值 很简单 一群有共同理念 自同道合的人 就是我们想要住在一起 让他们透过集体的 共同努力的方式 来实现他们的居住方案 所以我是觉得它最重要一个核心 如果用台湾的理解是 它是先有人再有房 它的社区的概念是这样 台湾是颠倒过来 我们是先有房再有人 建商盖房子的时候 哪知道是谁啊 是是 你现在说所谓邻居什么 你们最大的共同点 只是因为你们刚好 跟同一个建商买房子 没有交集 他们其实刚刚是先决定 我们要一起住 我们再来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核心 那第二个核心的概念是 因为是这种模式 所以他们的消费者 同时也是生产者 听起来有点吊诡 可是你刚才理解嘛 台湾房子的生产者 跟消费者是完全脱钩的 生产者就开发商嘛 对 建商 开发商就做啊 对不对 消费者就买嘛 开发商在规划设计干嘛时候 有问过你意见 没有啊 因为他也不知道谁买嘛 反正他就觉得 市场觉得什么好卖 他就盖什么房子嘛 可是刚讲合作住者 他最重要的是 他是消费者 同时生产者 所以简单讲 这一些要住的人 他自己会去找建筑师 建筑师设计的时候 跟他讨论 所以他的规划设计 都符合他需要 而且特别像说 我们现在不是很多公社 公共空间 搞了半天 没有人想要用 不需要 包括他们的公共空间 到底他们需要什么公共空间 都是由这些住户们 大家来决定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公共空间 所以这是一个 第二个很大的特别 第三个很大的特别 是因为他有这个过程 所以合作住宅 他是有很强的粘着度 粘着度的意思代表什么 大家就真的那么努力 就很喜欢这里 很想要在这住 很喜欢我的邻居 所以他基本上 他其实流动性是非常的低 就是大家 就变成说让那个房子越来 真的是越来越回归到居住 不是要回归到投资资产 而且在国外有最主流的 合作住宅的模式 他们是用合作社 合作社的模式 他们产权是共有的形态 可是盖起来是多样 什么叫多样 就是他因为这是核心 都共通 特质 例如说 我觉得我举个例子 大家不要 一种叫做引法共住 在台湾可以理解吗 退休之后 引法共住 这是很常见的 第二种是女性的共住 不婚 上偶 离婚 或是单亲妈妈 非常多 女性共住 互住的彼此照 特别是那种熟灵的女性的互住照顾 那像国外很多是因为 有一些价值理念 像说国外合作住宅 有一类很常见的 叫做Eco Village 生态村 你给顾名思义就是 有些人他觉得 他实现生态居住的理念 特别很多在郊区 他就可能用全环保的建材 电啊 什么雨水回收 等他来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社区 那像国外也有一些 比较是因为他的 认同信仰 那例如我再举例 像台湾 我们台湾是亚洲第一个 同婚合法化的国家 对不对 国外也非常多合作住宅 LGBT的友善住宅 他没有说一定要LGBT 可是他是个LGBT的 友善的合作住宅 意思说我认同 这样的性别平等的人 我们可以住在一起 国外更多类的是这种 叫做Mix混合的 跨世代 就很像我们一般的社区一样 是一个年轻的家庭 老人家庭 什么都有 跨世代 可是他跨世代里面 他都会通常有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例如说非常多的主题 都是他们会非常强调什么 强调他的空间共享 像国外合作住宅 大概几乎没有例外 他们几乎都会有共同的厨房 共煮共餐 然后共同来去办很多活动 这是他们最常见的一个模式 所以他事实上 基本的核心价值是还蛮共同 可是他实际上盖起来是很多样多元的 没错 除了解决你的居住问题 还兼顾到你的情感的问题 这个情感的互相的交集 这样子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这一集城市学的焦点城市是基隆市 城市学要give a shout out to 基隆市 如果你是基隆市民 请花十秒钟订阅一号课堂podcast频道 给我们五星好评并留言 支持我们制作更多优质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现在收听的是一号课堂的城市学 我是一号课堂的主编 罗德真跟我们一起发掘城市的大小事 今天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是都市改革组织 奥尔斯彭杨凯彭秘书长 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上一段节目其实谈到很多有趣的 关于如何实践居住正义的一些观念跟一些案例 接下来我们想要再进一步谈一下 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各地的地方政府 都在推动新建这个社会住宅 可是感觉好像还是供不应求 设宅占整体的住宅比例不到1% 然后再申请资格 就是房子盖了是一个重点 那谁可以进去入住 申请资格的这个标准又非常的宽松 那这样子的政策感觉好像我们排挤到真正这个最弱势的族群 那在上段节目其实秘书长也跟我们分享基隆的做法 那对于那个社会住宅的申请方式呢 奥尔斯也提出了仿效国外的一个叫伦后制这个制度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秘书长跟我们谈谈 目前台湾的制度呢是抽签制 那我们倡议的是伦后制 这两个差别是在什么 然后伦后制为什么更能够发挥这个社会住宅的这样子的功能 好的 我简单讲一下什么叫伦后制 伦后制我觉得顾名思义就是大家拿号码排队 我想台湾应该蛮多人可以理解 我们现在那种每天大家排队去这种有名的店啊 就一样嘛 按号码排排队的方式来去入住 那为什么要谈这个事 这个就是相对于台湾目前社会住宅的抽签制 那我必须给大家一个观念或一个提醒 全世界除了台湾之外没有人在搞抽签制 因为抽签制意涵的是什么 意涵的是你能够住社会住宅是因为你运气好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不是你需要 手气好抽得到 就是你有拜拜 我上次有认识一个年轻人 他在台北市抽过六次都没有抽到 就运气很差 他可能没有先去拜拜 对对 所以就说这件事情在国外基本上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嘛 就是说一个社会资源的分配等等是因为运气的问题 不是嘛 所以他一开始就建立的是一个伦后的制度 伦后制度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大家就等着嘛 那可是我必须讲说国外其实非常多国家 你应该可以讲说你现在认识所谓社会住宅做的比较多的主流国家 没有一个例外都是伦后 像法国啊 荷兰啊 香港啊 或是北欧的国家 包括美国现在的公共住宅 其实都是伦后制度的部分 虽然大家要伦后制 可是事实上具体而言 每一个国家的伦后制是一个原则 可是具体的设计是可以很细致不同 第一个事情 他的伦后制大概有个概念是 他不是只有一条队 他可以有好几条队 为什么 因为他政策上确保 简单讲就是像我们在机场不是有快速通关的概念嘛 对 他针对一些弱势 他就有一条比较快速的队 他的差别是什么 差别是你要等多久 是是是 所以简单讲他们的政策是让越弱势的人 他要伦后的年限 对 其实会更短 那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在台湾谈这件事情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 刚在前一段也谈过说 我们的社会住宅的数量 跟国外来看的话 那是差很多 可是我必须讲国外那些国家 我刚讲OECD的国家平均都10到12以上 那有些国家都到20 30 可是我必须要一个概念是 这些国家的社会住宅 都是一个长期新建的 至少半世纪 像荷兰大家公认最有名的 盖了一百年 发展得很早 所以我们要不要问一件事情 我觉得在台湾问最有意义 就是这些国家 他们有没有政党轮替过 有没有换了几次的市长 可为什么这个政策在这么长期 不管政党换来换去 市长换来换去 甚至总统换来换去 为什么这个政策还在持续改 这才是真正的关键 台湾最大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公共政策是没什么延续性的 常常因政党因首长换了 其实就不做 好那我们来问说 为什么这些国家这个政策 可以这么稳定 它有非常多的因素 可是我们认为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因为它有轮后制 为什么 因为一堆人 他已经等在那里了 这些人是什么人 这些人是选票 是选票 假设今天台北有轮后制 还有三万个或四万个 等在这边 对不对 在后面排队 你就不用担心 现在台北市长换哪一个人 他要不要盖 因为这些人都是票 因为他就等在那里 你不盖 他就给你压力 你会不会担心 议员砍你预算 你哪个议员砍砍预算看看 这些人光电话 就把那议员打包 还可以把它下降 所以因为轮后制这个制度 在那么多国家城市里面 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社会支持基础 因为他等在那里 他的压力是什么 压力就是 国外最重要的轮后制压力 是轮后年限 怎么评断谁做的好不好 认不认真 例如我的平均年限一直往后退 就代表这任政府 你盖的速度比较慢 我等太久了 本来上一任 人家平均等四年 四年半就好 到了你大家等六年 你这个压力就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 那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事情 台湾我们现在 我们已经听够了政治人物 选举的时候什么支票都可以开 什么支票都可以跳票 对 你现在听他讲 每个人讲他要发誓盖几万户 有什么意义呢 你要玩真的 你要不要给民众来轮后制 以后台湾选举的时候 根本不需要讨论要不要盖社会住宅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盖 因为有这么多选票 就排队排在那里 对 这个是很重要 那第二个事情 轮后制还考出什么 它是有助于政府做一个整体性的规划 我们现在社会住宅的逻辑 很像跟建商盖房子一样 我就盖 我也不知道谁会来住 我要怎么盖 反正我不管 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么盖就对 对 轮后制的概念就是这样讲 我就先发出去了 是 假设我现在三万个在轮后 对 我就知道未来有三万户 就是这些人住 对 这些人他分布在什么地区 是 所以我应该优先在什么地区盖 是是是 因为他们来登记都要填各种资料 对 例如这些人里面是小家庭的多呢 还是单身的多呢 还是银法租 对 所以你可以决定 像我们政府现在怎么决定 一房二房三房 都用猜的啦 没有什么任何理由 他就猜的 对 另外这些人知道的社会结构 所以他觉得他们比较需要怎么样的公共跟社会设施 这个叫bit data 大数据 所以国外这个轮后制 同时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大数据 商业叫做消费者的调查 这些就是我的消费者嘛 所以我对消费者 他们需要什么调查 所以我提供了产品 规划设计才会精准 所以这个事情 他们的需求 这个才是一个精准的科学的做法 所以他事实上 我说国外的社会住宅 为什么他一直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他为什么每年规划说 我为什么要盖这些数量 我为什么要盖这几个区 他背后都有这样的一个 数据的基础 对 对 很科学的一个 台湾没有 台湾都是种感觉 就没有任何科学的基础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特别 就是说第一 你轮后制 你不会因为政党的轮替 或是手掌的替换 然后这个工作真的就做了 第二个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你的消费者在哪里 然后他们长什么样子 你要盖出什么样子的产品 可以符合他们的需求 那我可以再问一下 就是说 那台湾有没有可能改成 从抽签制改成这样 这困难点是什么 像刚好这一次我们选举 我们应该是台湾少数 在这选举里面 有完全拜访六都的候选人 是 而且是主要候选人 像最后这次选上的候选人 大概我们都有拜访到 那事实上我们有几个诉求 其中大家大概最质疑的 其实就是轮后制 质疑的 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概念 国外都是这样做 可是因为台湾我们就太习惯 抽签这个逻辑 为什么政府很喜欢讲抽签呢 他觉得公平 就没有民怨嘛 你抽没中 你赔名 你不要怪贱户 你只要政府来介入 排优先顺序 他就会觉得很多压力啊 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条队 为什么是这个族群 他要比较快 他就不想负这个责任 他就说大家来抽签嘛 对 那第二个是他会没有压力啊 因为我们抽签的概念是什么 抽签概念是 我盖好一签给你抽一签 没盖就不抽签 没有民意的压力啊 你不会面对到民众给你的那个施政 或是你跳票的压力 那当然有些是技术性的问题 技术院我觉得可以解决嘛 我们跟他谈过说 他们觉得啊 这个轮头要怎么很细致 我说这不是太大问题嘛 对对 因为这么多国家都有做 我从来没有说要造钞 是 可是你先去研究每一个国家的做法 你就综合来去研究一下 这些做法的好跟不好 再放到台湾的社会结构 跟台湾的民情里面 我们一定可以设计一个 符合我们台湾使用的 轮后的机制嘛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 他最重要背后是一个政治压力的问题 就谁做这件事情 他有非常大的政治压力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不是要跟政治人话 我跟民众喊话 你不要再听他每天 每个人选举啊 在这就杀 他要盖几万户 对 假的啦 对 我说真的话就是学国外 给我们轮后制 大家来登记 对 这就是叫真的 那我就等在那里啊 是 例如我就是第九千号 对 我就每天盯着你啊 你要不要继续往前干 因为继续往前干 我九千号就变八千 七千六千 是 就会轮到我了 是 就即使是手掌换了 继续下去 继续往前走啊 我觉得这才是完真的啦 OKOK 所以其实居住的问题 有很多 不管是政府也好 或是民众 那观念都要彻底的翻转 跟调整 那其实我们刚刚谈到 很多国外的案例 那我相信 秘书长在谈到 这个居住阵营的 这个使命感 感觉也是有很大一部分 是来自于 你看过很多国外的 这些案例跟观察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国外有哪一些 做法跟观念 它很适合引进台湾 那引进台湾之后 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改变 我当然去过不少国家 不过我觉得有两个部分 我觉得放在台湾 目前脉络很值得谈 第一个我想谈谈法国 法国 法国我觉得它背后谈的是一个价值的观点 就法国的住宅政策 它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概念 他们叫做社会连带 连结的连 然后代子的代 社会连带 它的意思代表什么 人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目前你可以成就这件事情 不是完全你的功劳 是一个社会的集体的贡献 创造这个环境 才可以成就你个人 第二个这个连带的方式是 它其实是一个generation的部分 就是每一个世代 你要感谢上一个世代 对你的贡献 可是你也要为下一个世代造福 为什么这个概念在法国 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贯穿 他们整个住宅政策的核心 这讲两个 大家都觉得他们不可思议的部分 他们在十几年前立了一个法 都市更新与社会连带法 台湾的都更是什么 台湾都更是赚钱 对不对 有房子的人就赚钱 没房子的人你就倒霉 他们不是 他们的方式是都市更新 怎么样来跟社会连带 有一些关联 所以他们会做了很多事情 例如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一个地区里面 社会连带是 他不可以这个地方都是有钱人 他也不可以这个地方都是穷人 所以他们在像巴黎 他在很昂贵的地区盖都更 要怎么做 你要想办法在里面给我做社会住宅 就是说你要再给我信义区 有社会住宅 要社会住宅 一定的比例 对 你不可以说每次社会住宅都什么 放在没有这件事情 那反倒是非常多比较差的老旧社区 他就已经很弱了 你反而要透过一些方式 让一些比较市场的住宅 进到这让他繁荣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他们第二个还有一个事情 这个社会连带形成一个责任 法国一个法规非常的恐怖 他要求一定比例的市政 都一定要盖一定比例的社会住宅 这是写在国家的法规 不盖怎么办 不盖罚钱 就很像我们以前不是说 我们公家单位一定要尽用多少比例的身杖者 该跟一样吗 就是比你盖 不盖你这个地方政府每年就要交罚款 这个罚款缴到一个中央的住宅基金 让中央可以去盖 帮你盖吗 更多的社会住宅 那当然说这样的概念上 是不是因为店的法令 所有地方都一定可以做 当然也不是 可是我要问的是说 为什么这个社会 可以通过这样的价值的法令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的基础 我再举例像法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法令 他们冬天不准赶房客 就这么简单 不可以赶房客 就居住选什么 因为他们过去有发生冬天赶房客 但是冻死 有一个神父在20年间发出了一个运动 非常多人搭帐篷 睡在塞纳河 抗议巴里市政府 后来就变成一个法令 就是他们叫冬季时间的话 就算房客没有缴房租什么 你就不能动 你就等到暖和了之后才来做这件事情 我意思说很多的居住的价值的观点 他们怎么去看待居住权 这件事情 这事情是台湾很难去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居住这件事情 事实上我觉得是 它某个程度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 因为当这个价值观念可以被落实的时候 它才最后可以反映在法规政策 因为我认为任何的法规政策 是不可能超越愉悦多数人的基本价值观点 那个东西是推不动的 可是法国为什么有非常多 让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例如他们就认为 我们就刚讲过社会连带 所以我们这社会应该稍微平等 不要这么拉开 贫富的部分拉开 或者是你要平等的看待 不是说我住在这个区 我这个区有社会住在来 好就要给他抗疫啊 干嘛干嘛 这个事情实际是非常重要的 法国的部分 那第二个我想谈一下日本 日本跟我们比较近 日本为什么想谈呢 日本我觉得它给台湾第一个教训是 它经历了一个 大家很清楚叫1990的金融风暴 房地产泡沫化 所以它一直给我们一个概念 房地产是会泡沫化的 我们台湾老是觉得房地产要无止境的 往上涨 那第二个事情 我觉得对台湾更有意义的事情是 日本现在居住问题的部分 高度跟他们整个人口结构的变化 结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台湾讲高龄烧子化 大概早我们15到20年 所以简单讲 现在日本就是15年之后的台湾 那他们高龄烧化在面对问题 他们就重新对他们居住 有很大的重新的思考 简单讲 人越来越少 你盖那么多房子谁会买 就大家重新去想这件事 我们现在台湾就每天还是在盖房子 日本花了很大的力气 去处理空屋的问题 他们空屋问题是根本 有些是房子就是空了 怎么办 特别是有些小的乡镇都衰败了 这些事情怎么办 他们就发很多力气来去解决 正是银法居住的问题 我们台湾一直都没有解决 我们一直都把银法居住 每个人还是绑在不动产 例如像说台湾 很多人都开玩笑 我们台湾很多老人 就穷的只剩下房子 就是一间房子 什么都没有 像台北市公寓的房子3000万 可没有电梯下不了楼 大家都僵在这个死胡同里面 不能去解决 他们要透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 来去解决这高龄化的居住问题 那同时因为他们的高龄少子化问题 我是觉得他们那个日本的年轻人 那整个概念观念 完全跟他们父母亲的世代不一样 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台湾未来的趋势 就是年轻人概念会改变的 就是我非得要买房子吗 我非得要为了一间房子 我一辈子要当成房奴吗 我现在年轻人很多价值观点改变 那他们可能会选择是说 那只要我有一个稳定的可以居住 会是蛮好的 或者是让日本非常多年轻时代 现在也出现比较多 在非常多城市很久 叫co-living co-living apartment 共住公寓 就是一样就我们谈嘛 一间房子 然后我们有个共同厨房 有个studio 可以干嘛 那我一直觉得日本非常 何是台湾谈 就是日本因为他跟我们一样地小人仇 土地细穗化 而且原来很喜欢 也是很注重不动产的部分上 可是因为整个高龄少子化之后 社会趋势 他们整个居住的政策 其实有非常多的改变 包括对于租屋市场的概念 对于购物市场的概念 包括因为高龄少子化 对他们公共住宅的概念上 都有非常多的大的挑战 那我一直觉得像日本这样的经验 是非常值得台湾学习 我真的觉得台湾大概15年之后 我们的人口结构 大概就会跟日本一样 那这样的人口结构 这样的社会关系 反映在居住问题 我们都应该提前思考 例如我们要不要比较认真来思考 引发住宅 高龄住宅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 或者我们要不要来思考 说我们还要强调 要不断的开发 举个例 台湾人口越来越少 为什么我们每一个都市 都要不断的继续扩张我们的都市 这什么新区 请问要干嘛 可是为什么这件事 大家就非常执迷这件事情 那这个事情能够可持续吗 你不管什么 桃园啊台南高雄啊 每个都几千公斤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们要很认真的 去思考这样子 包括像说我们怎么样 日本事实上就是 年轻人就怎么讲 有一种讲的叫小确信 非常没有那种奋斗的精神 那我就说这是一个整个社会 氛围造成年轻人 中国讲叫躺平啊 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创造一种 让年轻人觉得有希望 有活力的体制 那至少我觉得在居住问题 我们就看到如果未来是这样 我们现在要不要很认真的 让年轻人居住的负担 居住的稳定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解决 我觉得这个日本的经验 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 理解理解 那最后呢我们想要 因为其实今天秘书长谈了蛮多 就是说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迷思 或者是我们可以援引哪一些 国外的案例 那最后我想要请秘书长谈谈 就是说对于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 都还是苦于这个房价的问题 你有没有什么分享或是鼓励的话 或是实际的建议啊 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说 我们该怎么做 我必须讲说 年轻人必须要站起来 关心公共事务 我还是在强调 我这完全没有唯一一种听 就是在目前台湾的居住问题里面 他是有非常严重的世代不公 我讲白话一点 就是你的上一个世代叫既得利益者 对不对 他们当然要继续维持高房价 可是当他继续维持高房价 就是注定你要用16年或更长的时间 不吃不喝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我觉得这件事情上是大家应该来去关注 非常多公共政策或是居住政策的议题 我坦白讲就是要去给我们政府压力 我觉得这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部分 那第二个当然我希望是说 我觉得期望也是我认为是个趋势 我的确看到我们这个世代年轻人观念会改变 先讲他跟他父母那个世代的观念已经改变 越来越多年轻人 他跟他们父母世代最大的差别就是 他们再也不愿意为了一间房子 就当了一辈子的乌奴 这件事他们可能觉得人生有更多的选择等等 那所以我也觉得这样的观念改变 是我们觉得要继续来去维持的 把住宅的拥有权跟居住权 这个观念把它打破 我一直要打破的时候 我们政府的责任是要让民众 有稳定的居住权 不是要解决民众的购物问题 这样的观念的解放者 我觉得最后才反映到很多政策的改变 今天非常感谢AOS的秘书长 彭杨凯彭秘书长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稳定居住 居住权的问题 然后也跟我们介绍了 分享了一些基隆在这方面 更细致的一些做法 还有一些国外的案例 那希望台湾可以逐渐摆脱 买不起租不好 跟等不到的命运 让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在城市里面居住的 更舒服 更舒适 有更快乐的生活 今天谢谢彭秘书长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观念 谢谢 好的 谢谢德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